这是一道送分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潜水僵尸能否闯过重重陷阱 拯救代附于水火之中 A肯定能闯过陷阱 B肯定不能闯过陷阱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潜水僵尸不能闯过陷阱 但是如果把大嘴花换成窝瓜 潜水僵尸就能闯过重重陷阱 第二题 基础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我们依次种下花盆 坚果墙 南瓜头 当蹦及僵尸来袭 它会偷走谁 A会偷走花盆 B会偷走坚果墙 C会偷走南瓜头 D都会偷走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泵即将尸会偷走坚果墙 第三题 一错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巨人僵尸能把小鬼僵尸扔多远 A扔到前方第三格 B扔到前方第四格 C扔到前方第五格 D扔到前方第六格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C 巨人僵尸能把小鬼僵尸扔到前方第五格 这道题一生以前出过 想必应该没有人会答错吧 第四题 基础题 有粉丝说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草坪第一个出场的僵尸很关键 击败它 第二波僵尸立马上场 留下它 第二波僵尸上场时间就会推迟 请问这句话正不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我们先来测试 击败第一个僵尸 第一个僵尸被击败后 第二波僵尸 在几秒内就发起攻击 我们再来测试 暂时不击败第一个僵尸 当第一个僵尸走到第四格时 第二波僵尸开始出现 正确答案选择 A 这句话正确 第五题 附加题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铁门僵尸是贫血量1100点 本体血量270点 那它能不能通关第次网 A能通过 B不能通过 B不能通过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铁门僵尸 不能通关第次网